球迷有的比赛继续 请您期待 请您拥有的比赛 上位行吗 我第一次这么重大的比赛 对我赢了一次 我觉得我现在特激动 所以我刚才看到你在 向我们球迷有的感谢 你拿了一个拼命的挥舞 我觉得你肯定当时心情特别的激动 他有点想哭 你知道 但是忍忍吧 因为毕竟这种激动 我还是忍忍回休息室再说吧 我相信今天来的球迷都应该挺高兴的吧 其实在上半场比赛当中 我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后防线 特别的努力在防对方的这种 抢终点的高点 当时大家是不是一种紧密配合的 这样的一种精神 一直在帮助大家 其实就是一种协防 因为你们航母队 我们也研究了它很长时间 然后说到下面两圈 替点有点紧 然后这么多的球迷来现场来支持我们 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震撼 对于我们来说就会不会有帮助 应该是 整场比赛过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一比零 然后到有点球 点球第一次罚不算 然后到第二次批失 然后到二比零 你的新路历程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 其实一比零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已经 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已经合稳了 因为我不知道 为什么该抢上 今天感觉特别有提醒 而且我们可以看看 今天在防守过程当中 当时在为了保护一个球的时候 你跟周挺是撞在了一起 当时大家是不是就想着 一定不要让这个球 过到自己的这条线路之后 有吧 因为可能注意力更多在球上 比方那下我有点瘦 因为我怕跟周挺有状态 一瞬间我可能瘦了一下 然后其实谁撞上球都一样 想不让对方抢上就可以了 希望接下来比赛 我们还能够享受到 这样的乐趣好吗 好 这样美妙的感觉 谢谢你大龙 谢谢 谢谢大家 辛苦辛苦